2019年6月21日星期五 来自宇宙的圣史信息 宇宙总是深深爱着我们 他无时不刻传达着最新的讯息给到我们 他派出天使引导我们 最常见的一种交流方式 就是通过数字 尊贵的你是否有过这样的巧遇 早晨看手机 时间恰好是9点09分 下班看手机 时间正好是18点18分 深夜 入睡前看一眼手机 时间是23点23分 走在路上 车来车往 无意间瞄一眼开过的车牌号 原来是666或者888 不要羡慕嫉妒恨 那并不代表人家是土豪 那只说明 此时此刻 天使正在暗示你讯息 经常看到自己生日数字的人 天使正在那个瞬间暗示你 你是独一无二的 你正被宇宙爸爸照顾得妥妥的 天使和你越接近 你看到的数字就越多 因为你的能量越来越高 你的阵频越来越和谐 所有重复的数字 都代表着宇宙正为你打开大门 显化一切丰盛和富足 天使会尽可能的引起我们的注意 来协助我们疗愈自己 绽放光彩 然而 我们时常忽略他们带来的讯息 或认为那只是凑巧或假象 天使们说 我们无法在天空中讯息写给你 你要多多留意周围的事物 并信任一切在生活中看到的 听到的巧合 当你听到同一首歌不停重复 或看到相同数字反复出现 你认为这背后真的没有神迹的指引吗 美国天使夫人朵林福秋告诉我们 每个人身边都有守护天使 随时聆听与回应我们的祈求 从寻找停车位 到寻求人生理想 天使都非常乐意帮我们找到轻松愉快的解答 而重点是 你是否已准备好要聆听了呢 留意你身边出现的数字 或是美妙的音乐 那就是天使给你的完美回应 来参看以下的天使数字吧 看看天使们都想告诉我们什么 时间数字 零点 此刻 你和宇宙同在 1.01分 宇宙正在与你对话 请保持正向 2.02分 一切都会安好 请保持信任 3.03分 事物现在正准备为了你往前移动 4.04分 现在正是落实计划的好时机 然后与它一起飞翔 5.05分 一个重要的改变正在发生 6.06分 向你周围需要的协助与合作凝聚起来 7.07分 以更高的灵性观点来看待你正在做的事情 8.08分 信任这个过程 并遵从你的指示迈向未来 9.09分 一个状态现在正在结束 10.10分 某些新的事物正在开始 所以请准备好 11.11分 预告着新的开始将以更高的层次来到 这个数字从更古之前就设定在集体意识中 在11.11分 新的更高震动将在宇宙时刻涌入 12.12分 这是纪律的数字 它建议你以灵性的生活模式来规范你自己 13.13分 接受你是谁并成为一个睿智的领导人 14.14分 准备好接受宇宙之光的回归 15.15分 当你经历生命中的转变时期时 请保持正向 你乐观的想法 帮助你让这些改变最佳的结果能成真 16.16分 天使提醒你使用正向积极的语言来表达 你的言语可以更有吸引力 17.17分 因为你保持正向与乐观 天使们为你鼓掌 你的想法正在成真 你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继续保持下去 18.18分 请向天使祈祷 使自己保持乐观 尤其是与金钱有关的部分 19.19分 相信你的人生使命 不要再拖延 立刻行动 20.20分 此刻 你与造物主正有着深层的连接 你的信任将得到回报 21.21分 天使正在支持你保持乐观 22.22分 这是天使请你保持信任的紧急来电 请不要放弃信心和希望 行动起来 你的想法将会变为现实 23.23分 多位扬声大师正在支持和帮助着你 单个数字 一这个数字将影响你去开创新的开始 或它能帮助你变成一个老大 第一或是非常特别或独特的 二这个数字将影响你与他人一同合作 两人一同做事或是寻找灵魂伴侣 三这个数字是一个非常灵性的数字 以三位一体的能量影响你 它帮助你保持稳定 这样你就能落实你自己 并往上扩展碰触你的灵魂 四这个数字有一个固体式的影响 它建议你在一个强壮的基础下 献立你的梦想或希望 或者寻求正义与实用 五这个数字震动着一个智慧的层次 非许能让你变得爱好梦想 它协助你在一生中寻求扩展 六这个数字带来社交的影响 在最高层次会寻求灵性社区 与无条件的爱 七这个数字影响你变成一个思考家 非常具逻辑性 但是在此同时也对更高意识中的 灵性知识敞开 八这是无限的数字 它带来无限的可能性 最高的影响是创造世界转变 九九的影响正呼唤你 正是你的灵性愿景 开悟与神性智慧 它帮助你完成一个特定领域中的学习 双数 十一 这是代表熟悉的数字 你被要求去检视你生命中的状态与关系 为你创造了它们而负起责任来 接下来假如你想要这么做 你就能改变它们 二十二 这是建筑大师的数字 换言之 他建议现在是一个共同创造你所想要之生活的好时机 所以请积极地努力显化你的愿景吧 三十三 这是基督意识的数字 所以假如你看到这个数字 它是一个宇宙来的讯息 以和基督之光一同运作 四十四 这是黄金亚特兰提斯的震动 它邀请你将黄金亚特兰提斯的能量带入你的生活中 生活的如同他们当时生活在第五次元一样 和谐并与他人一同合作 荣耀并尊重所有的生命形势 五十五 这是卖打场的震动 邀请你超越一般世俗的看法 并与卖打场为更高的开悟努力 请记得他的颜色的金橘色 所以开始去和他调皮一致 并聆听他的讯息 六十六 接受你的存在为宇宙的存在 当你看到这个数字 就是在提醒你 你不是只是地球上的一个人 你是一个伟大的宇宙存在 能影响天堂 七十七 这是天堂的震动 他邀请你与你的高我一同活在第七个天堂 所以他呼唤你尽可能多花一些时间与地球 天使与大师们 还有宇宙连结 它是一个更高开悟层次的召集令 八十八 这是你的我是存在或单子体 也就是你从神而来之原始神圣火花的震动 这个数字要求你与你的我是存在的永恒之爱和而为一 九十九 你已经熟悉了地球的学习 三连数 零零零 提醒你与神是合一的 在你内心感觉到造物主的爱的同时 它也是个征兆 代表一个情况移走了完整的一个循环 一一一 仔细看顾你的想法 并确定只想你所想要的 而不是你不想要的 这个顺序是个阵兆 代表机会的大门已打开 你的想法会以创记录的速度 实现的数字如同灯泡明亮的光 意味着宇宙刚为你的想法拍下快照 并将实现成真 你对宇宙记录到的想法感到高兴吗 如果不是 更正你的想法 如果你有困难控制或监督你的想法 可以请求你的天使协助你 二二二 你心肿下的想法正开始生长 逐渐成真 保持浇灌与滋养它们 很快地它们便会破土而出 如此 你能看到你实现的迹象 换言之 不要在奇迹发生的前五分钟放弃 你的实现成果对你而言会越来越明显 所以继续保持这份美好的努力 继续保有正向想法 保持肯定 并继续观想 333 大师们正与你靠近 想让你知道 你有他们的协助 爱与陪伴 时常召唤大师们 特别当你看到数字三出现在你周围时 表示一些重要的大师正在靠近你 包括耶稣 摩西 圣母玛利亚 菩萨 观音和天使 444 天使现在就围绕着你 向你确保他们的爱与协助 不用担心 因为天使的帮助就在你身边 嗚嗚嗚 吸紧你的安全带 因为你将会有一个重大的改变 这改变不应被视为是正向或负向的 因为所有的改变都是自然生命之流的一部分 或许 这份改变是对你祈祷的响应 所以 继续观想与感觉到自己在宁静中 666 你的想法现在处于不平衡状态 过于专注在物质世界 这个数字请你平衡天与地之间的想法 天使请你专注于灵性与服务上 并知道你的物质与情感所需都会自动地被满足 777 天使为你鼓掌恭喜 你一切顺利 请再接再厉 并且知道你的梦想正成真 这是极为正向的阵兆 第四是指你也应该期待更多的奇迹会发生 888 你生命的一个阶段即将结束 这是个征兆 给你事先的预警 如此你可以做准备 此数字顺序也意味着你正处在结束一段情绪 事业波动或关系的阶段 这也指在隧道的末端有光 除此之外 他也指卖遂已成熟 无需再等 已经可以采收并享受它们 换句话说 不要拖延采取行动或享受你辛苦的成果 999 完成 在你个人或全球性的生命来说 这是一个重大阶段的结束 同时 这也是给予有关疗愈大地的光的工作者的一个讯息 现在就去工作 因大地之母现在就需要你 连数 0000或000000 天使提醒你 你和宇宙是一体的 静心感受神的大爱 1111或11111 静心 注意自己当下的思想 不宇宙的能量大门正在向你敞开 将你此刻的思想化为现实 注意如果你现在想的是负面思想 将它转变成正面的吧 222或222 不要放弃信心和希望 行动起来 你的想法将会变为现实 333或3333 许多曾经开悟了的大师正在用它们的光芒环绕着你 帮助你 444或4444 很多天使正在用它们的光芒环绕着你 保护着你 乌乌或乌乌乌 你的生活将经历一些转折和变化 准备好迎接变化的到来吧 666或6666 你的心念可能有些失衡了 太倾向世俗了 多多向天使祷告吧 777或7777 天使在祝福你 你做得很好 888或8888 你的努力很快就要开花结果了 你生命的某个阶段可能就要结束 999或9999 这个数字是圆满的意思 也代表着整个地球的生命 天使鼓励你 为整个地球祷告 对不起 你这种人的事 那么一点 你这样就能够 看起来 我这个人的事 你也认为 我这个人是事 我都不认为 你这种事 我这个人 你也认为 我会有点 我的码 我这种事 你这种事 我真的要 你这种事 我真的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